如果你有开车到国道三号南投路段的经验 你应该有遇过 下雨过后路面就会出现一条条直线的痕迹 看过去就像是拼贴出来的路面 车子开过去还会发出空空空的震动噪音 有民众将影片po网 引发网友热议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 高工局特别解密 国道三号上驾驶人发现 路面竟然出现一格一格 像是拼贴出来的图样 车子压过时还会发出空空空的声音 画面po网上脸书 有人直呼这样的施工品质太离谱 还有网友笑称 这是为了预防打瞌睡 以及超速的贴心设计 国道三号原本的民间收费站路段 可以看见地上有一条条明显的痕迹 高工局表示 这路段云属刚性路面 有切割伸缩缝 但有用路人反映路面不平坦 所以改铺设薄油 为了预防薄油出现不规则的裂痕 才会在切割处改铺设 较有弹性的橡胶薄油 在雨天光线反射下 才会出现一格一格的视觉错觉 但并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路面的气槽处 平等度也好 都是可以我们回信 虽然高工局强调 路面绝对平坦安全 但用路人经过这个路段 还是免不了心惊胆战 记者陈日贵黄总盈南投报导 对平坦的视觉错觉到 对平坦的视觉错觉到